这个婴儿刚一出生 屁股上竟长了一条猪尾巴 父亲狠心拿起钳子 一下便把他给剪掉了 并给孩子取名猪尖强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吃这一方面 他丝毫不逊色于一个成年人 而在当时 整个国家掀起了一股吃货风 人们流行着一种畸形的比赛 并且以大卫王为荣 从小展露风头的猪尖强 很快便被母亲送去接受专门的训练 说是训练 其实主要方式还是吃 你看 犹如干水一般的液体 从巨型机器静止地流下 很快便灌满了整个凹槽 教练挥舞着巨勺 将饲料般的东西洒入其中 紧接着教练一声令下 他们全都低头趴在槽里一顿猛尸 而此刻他们与猪的唯一区别 就是手中还拿着一个勺子 猪尖强很快在这群人中展露头角 轻松碾压了其他人 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也成为了基地里重点的培养对象 春去秋来 岁月如梭 长大后的猪尖强 一如既往一期绝尘 在强大的天赋加持下 他实现了靠张嘴 就进入了国家队 很快来到赛场上 初出茅庐的猪尖强 显得十分生猛 他犹如一台机器一般 机械性地将食物送进嘴里 台下的观众雀越欢呼 台上的运动员们 则是一刻也不敢停歇 等到比赛结束后 他们全都趴在一边集体催吐 仿佛刚刚吃进去的食物 还没到胃里就被吐了出来 吐完后又接着进行下一场比赛 而每一场比赛 他们都要吃掉几十个人分的食物 台上的猪尖强面色猙獰 因为他对于本次比赛势在必得 不仅是因为对自己天赋的自信 他的女神此刻也在台下 为他加油助威 然而事与愿违 就在比赛进入倒计时时 猪尖强一口气没顺过来 笔直地倒了下去 他竟然把自己给撑晕了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是他也因祸得福 在医院治疗期间 得到了女神亲自照顾 朱坚强大胆表露心意 也赢得了女神的芳心 很快 二人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新婚生活总是充满了幸福和美好 而这一天 夫妻二人收到邀请 给大家表演吃下50公斤的鱼子酱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女神身体开始摇摇欲坠 随后竟晕倒在了餐桌上 等到了医院检查 才发现她竟然怀孕了 依照女神如今这种身体状况 自然是不适合生育的 可是为了试验 他们还是偷偷开了假的产检报告 如此一来就可以继续参加比赛了 而很快 他们的报应也来了 这个婴儿刚出生 屁股上竟然长了一条猪尾巴 长大后更是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卫王 他的一顿伙食堪比别人的40吨 而相比于猪坚强的辉煌战绩 儿子出生时便瘦小得可怜 长大以后更是瘦骨如柴 没能继承猪坚强的衣钵 但是儿子在艺术方面造诣颇高 他经营着一家动物标本店 店里面的每个作品都栩栩如生 但是他的生活并不快乐 在这个以胖为美的时代里 瘦弱的他从小便被人看不起 而晚年的猪坚强 已经胖得像座山一样 贪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他早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 平日里全靠儿子安前马后的照顾 即便如此 他还是十分瞧不起自己的儿子 毕竟自己经历的那个年代 大卫王才是令人心吃神王的铁饭丸 猪坚强现在每天必做的两件事 一个是吃无数的巧克力 另一个是观看年轻时的录像 似乎只有沉浸在回忆里 他才能重返年轻巅峰时刻 不过很显然 儿子是继承不了他的一波了 于是猪坚强便把目光放在了动物间 他要把两只猫全都培养成大卫王 于是每天他都让儿子给他们准备食物 即使儿子向来逆来顺受 对父亲提出的要求他都百依百顺 但父子俩的关系每况愈下 谁都看不起谁 在这样的家庭下儿子过得十分苦闷 好在唯一可以慰急的是 他对超市的收银员一见钟情了 于是他每天都来超市购物 只为在结算时能够看他一眼 可是女孩明显对他并不感冒 更是在不久之后便离职了 这无疑是给儿子当头一棒 回家后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 他再也控制不住 便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并且扬言再也不来照顾他了 说罢便转身摔门而出 儿子来到健身房里 企图通过大量的运动 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他比平时更加认真工作 为的就是忘记父亲带给他的烦恼 尽管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父亲的嫌弃与嘲笑 每每都能刺痛他的内心 而他不知道 就是这一次的离开 直接导致了他父亲的悲剧 男人名叫朱坚强 顾名思义他十分能吃 更是全国文明的大胃王 而晚年的朱坚强却胖得像座山一样 常年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还需要靠儿子全权照顾 不过就在几天前 他跟儿子大吵了一架 原因是自己的儿子十分瘦弱 在那个已能吃为美的年代 瘦弱的儿子简直是他一生的耻辱 等到儿子冷静下来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 这天他买好父亲爱吃的巧克力 打算登门道歉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父亲的肚子被破了个洞 内脏随意地散落在地板上 沿着地上的血迹 儿子惊恐地发现 凶手竟是父亲养的两只猫 本是父亲为培养成宠物界的大胃王 在友谊栽培下就十分地能吃 不料几天前的吵架 自己离开时忘记关上了猫笼 这几天没人喂养 猫咪饿得受不了了 而猪肩墙平日里又动弹不得 变成了猫的口粮 父亲也就被活生生地掏空了内脏 儿子对此感到十分自责 他将一切的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 就在此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脑中一闪过 他开始往父亲肚子里塞到草 儿子本就是个出色的标本师 此刻他竟想把父亲一同制成标本 随后他又将自己固定在机器上 同样给自己进行了手术 把自己也制作成了标本 等到客户过来取货时 迟迟不见儿子的踪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一路找到了地下室 却在这里发现了两件无与伦比的标本 一件正是肥胖的猪肩墙 而另一件标本则被切除了双手和头颅 显然这就是儿子本人了 而之所以儿子会做出这种选择 是因为对他来说 生活本就十分艰难 而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收银员姑娘和自己的父亲 全都离他而去了 人生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了达到艺术上的巅峰造极 他选择把自己也制作成了标本 最后两件艺术品被客户送去了博物馆 而这种人体艺术品 也将惊叹于后世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总共由三段组成 讲述了祖孙三代对于命运的改变 都十分的执着 影片不仅折叠反映了许多历史 在表述上更是十分大胆和夸张 电影 人体雕像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